好来 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第二课 来关心一下国际议题 菲律宾不断的挑衅 现在是不是内部战乱来了 报应来了 这个菲律宾的反对派武装新人民军部分成员 最近在一个村庄内举行重要会议 但是距离马尼拉超近只有70公里 那这个菲律宾政府均很紧张 在海空军支援之下向这个村庄发起了进攻 好 另外一头我们看到小马可市 到日本去开会 结果在日本就接受了这个媒体的访问 在日本这个凑中国讲了一大堆 他说这个中方所做的外交努力 朝着不正不利的方向发展 要如何处理南海问题 但他说菲律宾要改变思维 今天有很多路没说 小马可市好像口径放软了 包括他说不会驱逐中国大使 有没有 好像口径有软 但是另头该硬的还是硬 这边是不是有点威吓的一个态度 如果中非南海岛礁争端 无法得到解决的话 那会怎样呢 那我们菲律宾就会继续加强 跟盟友的合作 对不对 你不听我的我就去找别人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软的话好话好像也点到为止 那这个料话也料了出来 汪文斌立刻讲嘛 责任在你啊 中方愿意 我们是愿意跟你透过对话协商 来管控分歧的 对不对 但责任在你 然后另一头呢 大家就看到 菲律宾运会最近拨款 这个预算已经批准了 批准干嘛 在仁爱礁上建一座永久建筑的专项资金 专款专用 不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永久建筑 就不是那种什么会沉啊 会被风吹走那种 为什么呢 因为破船快要解体了 开始预备哦 以便马德雷山号解体之后 菲律宾士兵可以继续 驻扎在仁爱礁上 那另外一头 他的海岸防卫队的这个预算 也是大幅的增加 所以菲律宾一方面我们看到 这个内忧外患 当然这样讲可能也稍微过了一点 当然他的内部的本来问题 向来就不太平静 但是这个仁爱礁永久驻扎这个事情 韩兵你怎么看 这个菲律宾在打这个主意 前这个预算都已经过了 那看来这个船真的是遥遥欲坠 马上要沉了 沉了之后没关系 仁爱礁要 仁爱礁加股 我现在不加股破船 我加股仁爱礁可以吧 问题你东西要运得进去 请问你到底怎么进去 现在中国大陆就把守在那附近 除非你只是运送一些粮食啊 这些单纯的人员生活必须的补给物资 他让你进去 其他东西他根本不让你进去 所以他们听说搞了这么久 好像就是用一些类似木板的东西 在那边搭了几个小屋子 那是在船上 对在船上 他现在仁爱礁上要盖永久建筑 你在仁爱礁你根本没有办法接近 因为周边全部都是大陆的海警船啊 甚至他现在的军舰也在那附近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他行不通这条路 那他现在自己面临 这个新人民军其实很久了 1969年的成立 50多年了 那他一直跟 就是菲律宾政府就是唱反调 甚至他胆子很大 还敢去袭击美军 还曾经打死过美军的上校 所以这个是很凶悍的一个组织 那杜特地上来之后一直想要跟他们谈判 就想要就是让大家停止交火 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那这个组织一直反反复复 所以一直没有谈出一个结论出来 那现在小马可是又主动出击 因为美国是把这个定义为恐怖组织的 所以我在想他应该就是受到美国的受益 对他采取这样强攻 可是问题是这个新人民军麻烦就麻烦在 他每一次被你打散之后 他就到处躲 躲过一阵子又聚集起来 你很麻烦 菲律宾倒了几千个 七千多个岛 对啊七千多个岛你去哪抓 这个很难抓 他就直接混在人民里头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以处理的一个东西 如果能够用谈判解决还是应该用谈判 那你现在在 吕宋岛本岛就跟他这样做这样的战争的话 我觉得对菲律宾的经济 还有整个社会的生活是会产生动荡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菲律宾有趣的在哪里 小马可是正常他说 外交朝向不利的方向发展的话 那你应该努力去把他朝向有利的方向 结果你不是 你在用恐吓的方式告诉他说 如果你在不朝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的话 那我就要寻求外国的支柱 你现在没有在寻求外国支柱 你不是一直一直都在引进外国支柱 你没有办法加强的吗 很简单吧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搞定的事情嘛 你想想看 日本 就算日本真的愿意帮你 日本愿意帮你的话 他要不断的派 派他的船舰到南海这个地方来协助你 请问一下日本要增加多少预算做这件事 然后美国其实本来是最能够帮你的人 为什么现在美国看起来比较退却 没声音啊 因为很简单美国现在不想跟中国大陆政变冲突 他要的就是你去冲突 那问题是你现在好 你说加强你的军备加强你这些东西 增加28亿批索算什么 28亿批索打算要干嘛 你知道有的飞弹可能都不止28亿批索 你增加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嘛 你顶多多两艘船 然后在那边增加一点巡逻 中国大陆动辄就是几十上百艘 请问一下你怎么跟中国大陆对抗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不用去想那些天马寻空的事情 还是应该要回到谈判桌上面去解决 这个对菲律宾才是最有利的一个方式 好另外一头 当然这个部分讲到了日本 因为他是在日本 大家知道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不好 所以到了日本讲这个话 当然这个日本听起来也很开心 下一题跟日本也有关系 我们要来谈一下中日俄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俄罗斯总理 这个米苏斯金已经抵达了北京 这个普丁才刚刚宣布要这个参选 然后呢这个他的总理就到北京来 这中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来传话 来寻求支持什么的吗 不晓得 但是你看到中方给他的规格非常的高 接级的是副外长孙卫东 然后双方的大使都到了 然后大家最会注意到 有没有红毯 有啊 不只有红毯 还有仪仗队 然后李强也建了 习近平也建了 好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我们要这个伤害谁呢 布林肯 叶伦 雷蒙多 还有那个之前的舒默 到中国大陆来 有没有仪仗队 没有 红毯都没有 对 所以这个对比非常非常的一个强烈 就知道给他极高的规格 这个规格大家就赐予普丁 然后其实这个米苏斯金 七个月之内两度来 也很不寻常 今年五月刚来一次 他当时五月来的时候 就是四架专机来 载了五百人 超级豪华的大团 先到上海再到北京啊 然后又来一次 所以七个月来两次 都这么大规模 大家也觉得不是很寻常 这次更是啊 曾经拉得很高 他的五个副总理全来 这个总理带了五个副总理全到 还不止如此 其实在三月份的中俄元首会议之后 米苏斯金就跟这个五位副总理 分配任务 你分管什么 你分管什么财经 你分管什么 每个人都有分管 跟这个中国对接的一些项目 所以这次五个人都要来 五个人来呢 因为他们要定期上缴成果 这次要来跟中国报告吗 回报一下啊 我分管之后 我的业务有没有成长 不止五个副总理来 俄罗斯的财政部长来了 能源部长来了 文化部长来了 三大部长 还有呢 俄罗斯天然气的总裁来了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总经理都来了 所以规格很高 习近平也见了 在此几乎是同一个时间点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说 我们俄罗斯 跟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领土争端 都已经解决了 日本炸翻了 日本炸翻了 你跟我的问题有解决吗 没有啊 所以立刻林方正提出了抗议 但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们这个有争议的在哪里 那个千岛群岛那边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俄罗斯副总理啊 又邀请中方 共同来加大 对千岛群岛的开放 有没有 日本跟俄罗斯的争议 就是那个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啊 等等之类的 他有一些这个历史的因素 所以委员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连串的时间点 很接近 都是联动的 俄罗斯总理频繁的 跟到中国来访问 这个规格是蛮高的 因为外交上 大概访问有五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就是 stay visit 我们常讲的国事访问 那这个是国家元首才有 就是21响礼炮 第二种叫official visit 他就是official visit 有红地毯 然后有午宴 然后有19升礼炮 这是official visit 再往下降于 就是official working visit 那就是也会红地毯啊等等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国宴啊 没有什么午餐啊 顶多就是working lunch 这样再往下就是working visit official working visit 都没有 那那个谁working visit 就是那个谁啊 那个那个叶伦啊 林梦多啦 那是working visit 还有更第一种啊 叫private visit 就是说像我要去 世人吧 不是也不是世人访问 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仪式 就打个电话 哎严教授你站不在家 我到你家打个麻将 就出去啦 就像上一次 德国总理萧之不是 快速的访问中国 两下就走了吗 完全没有任何仪式 private visit 哎呀这个 李强总理在不在啊 我跟你聊聊啊 有些事情走一下就回去了 这是五个等级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享受的是 最高等级跟第二等级的一个待遇 你看嘛 这个规模要谈什么 第一个中要谈能源合作 天然气啦石油啦 还有那个什么核能啊 谈这合作 那第二个要谈什么 要谈经济合作 我们财政啊金融啊 该怎么互相搭配啦 钱怎么互相调度啊 费款怎么安排啊 然后第三个等级的时候 我们文化教育我们要合作啊 那找了很多那个副总理的 有人负责是西伯利亚开发的啊 其中有负责西伯利亚来干嘛 就是他的兄弟 我有土地啊 你有钱啊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主要的 弄一弄吧 对不对 双方合作的很多的 当然这个刺痛日本神经的 来管进度 但是他讲到是 俄罗斯说 我们跟中国的领土已经解决了 所有国家的领土问题都解决了 那林方正抗议是抗议 不过日本要记得一件事情 二次大战 所有的条约规定 日本除非同盟国同意 他的国土领土 只限于四个岛屿 不包括琉球群岛 不包括千岛群岛 四个同盟国啊 是哪四个啊 中国英国美国俄罗斯 这四个国家 跟其他国家没有关系啊 对啊 那你是对这四个国家投降的哦 那现在中国也没吭声 那也没有承认你 琉球是你的啊 琉球只是管辖权 美国有管辖权交给你而已啊 那在北方那个领土 俄罗斯脸一白 谁同意你有这个四个岛屿的 俄罗斯还客气的 要不然他跟中国打个past 咱们到四个岛屿 在那边做军事演习 马上就要来了 马上就要来了 我俩四个岛屿 以前都没有过去啦 不是俄罗斯在耍日本啊 就故意跟他谈 跟他谈 就耍完以后 就从来没有谈过了 对啊 主要是拿来 你配合美国 我就刺激刺激你 光是一句话 日本就受不了 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一身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有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有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有一身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